听众朋友您好 欢迎收听本期的今日关注 我是主持人马比辰 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请到的是美国中文电台的特约嘉宾 著名的移民律师曹肖鹤律师 曹律师你好 美娅你好 在6月22号的时候 美国总统发布了一个最新的总统令 这个总统令是在4月22号出台的总统令的基础上 稍微的做了一些调整 并且是进一步的限制了部分HJL类的签证的持有人入境 曹律师能不能在节目当中 跟大家来详细的解读一下这个总统令 好的 谢谢你维安 对 其实在4月22号的时候 有出台的一个总统令 那个总统令执行时间是4月24号的凌晨 就是零点 那么当时这个总统令就说好了 就是说这个是有效期是60天 那么60天以后就会出台新的总统令 所以大家都在等待这个新的总统令 而且在6月10几号的时候 那么就是白宫发言人曾经透露过这个消息 说这个新的总统令会就是还会增加一些内容 那么就对于拿那个工作签证的有些人会有所限制 另外还有之前他关于就是说传言 就关于这个对于国际留学生 在这个有这个OPT期间可以工作的这些人 也可能会对他们进行限制 所以大家其实呢非常关注这个新的总统令会发生什么 那么这个大家众人瞩目的这个新的总统令呢 等于是在6月22号 也就是昨天 昨天呢正式的公布了 它的执行时间呢 是在等于是6月24号的凌晨时间 也就是说零点 那实际上是跟上一个总统令 它时间上来讲呢 它就是持续下来了 那么它呢等于是有两部分 两大部分内容 那么第一部分主要是延续了4月22号的那个总统令 那么第二部分呢 又增加了对于这个非移民 刚才您讲的 对于非移民签证 也就是说主要一些工作签证 能够拿来签证工作的 这些个签证进行了一些个限制 那所以这个两部分的话呢 那当然就是说这个第一部分 对于之前的这个总统令呢 一个是时间上进行了一些个 主要是时间上吧 时间上那就是说 那原来是说60天 那么现在是说有效时间呢 一直到今年的12月31号 那么只不过呢 每过60天呢 它可能要进行一些修改 就是看看是不是情况有变化了 要进行一些修改 就是说的 那当然第二部分也面临同样的问题 就是说这个每60天 我要做一些个微调的 这么一个性质 曹律师能不能详细的 在节目当中 跟大家来介绍一下 新的总统令 哪些签证持有人 将会被限制 或者是暂停入境 好的 那这个呢 它现在主要是分成两大部分 那第一大部分呢 主要是对原来这个总统令 就是稍微稍作修改的部分 那部分啊 其实主要是关于什么呢 主要是关于移民签证的 那么移民签证呢 大家可能就是说 对这个概念啊 不是特别清楚 因为一说签证 大家都以为是 我留谈亲的时候 在我护照上面盖的那个章 到那个美国大使馆 那是签证啊 对 那其实呢 签证呢 分成两种类型 一种呢 是叫做移民签证 另外一种呢 叫非移民签证 那么移民签证呢 其实就是在拿绿卡之前啊 它之前的一个 应该说是一个程序 那么就是说你比如说 你通过 通过这个雇主啊 通过这个工作这方面 或者是通过这个家属啊 家人呢 给你申请移民 一旦申请了以后的话呢 比如说移民局批准了 那批准了以后呢 如果你要是在美国境外的话呢 第二步 那实际上 就是说在国家签证中心 要审理的 审理你一些这个个人的资料 然后呢 就要把这个国家签证中心 审理完了之后呢 就要把你这些资料呢 其实呢 批准吧 在批准的情况下啊 那就要转到这个 在美国境外的这个 美国的大使馆啊 领事馆 然后呢 那边呢 来进行下一步 进行下一步的话呢 那就是等于是叫 签证的面试 这个时候 在海外的 就美国境外的这个 领事馆或大使馆 进行完面试以后 给你批准的这种签证 就叫移民签证 比如说在中国大陆 在中国大陆的话呢 其实呢 最后一步就是广州领事馆 所有的移民签证 全是在广州领事馆 去做面试 做完了面试以后 他说OK 他在方方面面 进行了一些核对吧 然后最后批准了 那批准以后呢 你拿到了这个叫移民签证 这个移民签证 还跟绿卡还距离 有一段距离啊 那么他一般的 这个移民签证 他给你一个六个月的时效 让你在六个月的时间之内 必须到美国去登陆 登陆也就是说 你要到美国去找一个 就是一个 应该说是一个港口 一个海关 然后去入境 那么在入境的时候 在海关的时候 海关啊 他又要在海关 这个环节 对你进行一次审核 然后允许你入境 这个时候你才完成了 整个绿卡的这么一个 就这么一个流程 那么在你登陆之前 你拿到的签证 就叫移民签证 所以这个移民签证 您可以看到啊 其实它还是 有两步要做的 第一个他就是说要登陆 第二呢 要经过海关进行审核 他就能拿到绿卡 那么这个移民签证的 拿这些移民签证的 这些人啊 如果一旦登陆了 拿到绿卡以后 他就会进入美国境内 他马上是可以工作的 绿卡持有人 是马上可以进入 这个劳动市场进行工作的 那么在面对这个疫情啊 就是说大 这个美国境内 已经就是有很多人 很多行业 已经受到巨大的影响 然后很多人失业的 这种情况下呢 大家也都知道 比如说整个餐饮行业 旅游行业 对吧 那就受到影响是巨大的 因为它基本上 是在关停的状态 总之很多行业 相关行业也会受到影响 那么就是说呢 从这个总统令呢 来讲呢 它的目的呢 而是说呢 我减少 就是说进入美国 劳动市场的这个人数 所以呢 你已经拿到移民签证的 这些人 那当然没有拿到移民签证 那就是 那当然就也会 也会受到影响啊 那拿到移民签证这些人呢 你就4月22号的总统令 说60天之内不许入境 那么就是说把这个 也就是说把美国 经历的这劳动市场 大概就是等于是把 可能进到 劳动市场的这些人 至少延迟了60天 那么所以呢 这个6月22号 这个新的总统令呢 等于是把这个时间 又往下延了 又往下延了 那就是 这个就会对 对那些已经拿到移民签证 想进入美国的人呢 这个影响实际上是 应该说是巨大的 而且 而且还有一些 关键是什么 还有一些呢 就是说已经快到6个月 因为他的移民签证 是有时效性的 快到6个月的人 就不停地就会 我的客人 就会不停地 就会问我们 那怎么办 已经过了6个月了 对吧 然后呢 那但是现在看来 就是说的 已经过了6个月了 他延迟了两个月 那现在还要再往下延下去 甚至有可能 一直延到年底 那就是说这些人 其实心理上是蛮紧张的 但在这里面呢 咱们也借这个 借着这个美国中文电台的平台说 就是说因为这个是疫情期间 而且这是美国政府 他的一个规定 所以这些人 不会因为超过移民签证 这个有效时间入境 会就是说的 会影响他们 总之呢 第一部分呢 就是这个新的总统令 第一部分内容呢 是把原来这个 就暂停移民签证 拿持移民签证的人 入境的这个规定呢 又把它又把它延续了 对这是总统令的第一部分 那么第二部分的话呢 其实呢 就是说大家非常多的人在关注呢 是因为我们 就是说中国的新移民里边 因为很多都是 这个应该说受教 高等教育的 然后拿这个持这个工作签证 工作的这些人 而且在加上原来有一个风声 就是说可能这个国际留学生 持OPT的这些人 也会受到影响 所以大家非常关注 那么 所以呢 咱们就仔细的介绍一下 这个第二步法 那第二部分 他说的是什么呢 第二部分是说 他说这些人会受到影响 持 就是不是持啊 就是跟H1B H1B签证 然后再一个 刚才你也讲了 这个J1签证 当然其实还包括H2签证 还有这个J2 J1就是访问学者呀 访问这个 持J1签证的人 还有呢 就是持L1 跨国公司 高管啊 或者是这个 这个专一技术人员 这个应该说是 这个三种签证类型 那包括四个范围 应该就是 因为还包括H2嘛 对 这些人 和他们的随行人员 也就是说他们的配偶 和他们的未成年子女 那都会受到影响 所以呢 当我们这样讲的时候呢 就是会有很多人 就会很担心 因为呢 有境内的 就咱们在美国境内 其实有很多 是持H1B工作签证的人 也有呢 相当多的人呢 比如说他有H1B签证 他其实呢 当时回国 回中国大陆啊 去探亲 因为当时 二月初的时候 正好是中国的春节 那么由于这个疫情的原因啊 就等于是被滞留了 那么有很多人 还有一些高管啊 本来他就是飞来飞去的 他在两国之间 因为是跨国高管嘛 甚至他在多国之间 飞来飞去的啊 所以这些人呢 就是说都会很紧张 然后当然也会 就是说的 会从四面八方 就是对于我们 像我们这样的律所啊 我相信他们也 有自己的律师的话 他也会问自己的移民律师 就很担心 那么其实呢 他这是有一个限定的啊 他是针对哪些人呢 这几类签证的哪些人呢 他其实呢 就是在总统令生效的时候 也就是6月24号凌晨 生效这个时间点啊 0点 那就是也就是23号12 24点59分以后 24号也就是 就是这个应该说0点啊 开始就生效 这个时间点 第一 他是在美国境外的 在美国境外的 对那当然他有可能在 他说的 他有可能当时去加拿大玩去了 甚至有的人去 去非洲 去玩去了 对吧 也包括这些人啊 就在美国境外的人 对 那这第二是什么呢 第二呢 他在那个节点 也就是说这个 在这个生效的这个节点啊 还没有拿到这个 这个非移民签证的 非移民签证就刚才咱们说的 这几种签证类型的 对 并且除了这个 这个两个这个条件以外啊 并且这三个条件都要满足啊 并且呢 还没有其他的旅行文件的人 其他旅行文件 那么所以咱们就要解读一下啊 在美国境外 刚才咱们说了 就是你可能在中国大陆 你也可能在非洲 你也可能在这个 就是 这比如说是那个温哥华呀 就加拿大的一个 某一个城市啊 那么同时呢 你没有有效的移民签证 非移民签证啊 比如说 这个就要解读了 比如说刚才咱们有的人说 我拿着H1B 我已经有H1B了 我当时啊 我有春节的时候 我回去探亲的 我看父母的 然后呢 那这种人 是不是有受限制呢 这种人不应该受限制 因为什么呢 因为刚才说那三个条件啊 它必于投足 就是你虽然你现在在美国境外 但是第二个条件你没有满足 因为什么呢 第二个条件呢 你没有有效的非移民签证 是什么情况 你有你有有效的非移民签证 因为你当时是有H1B签证的 而且呢 这个签证啊 是有效的 对吧 因为你已经有了这个签证 那么呢 并且是什么呢 并且呢 就是说 如果你前面两个都不具备 就是啊 比如说你在美国 你在 你不在美国境外 啊 然后呢 你或者是呢 你是 啊 你也没有这个 这个非有 就是啊 有效的移民签证 但是如果你有这个官方 官方那个旅行文件 所谓的官方旅行文件 其实它有好几种啊 其中有一种 大家比较通俗的 叫什么呢 叫 我们叫白皮书 或者叫 比如 Advanced Pro Advanced Pro是什么呢 比如说有些人 在申请绿卡期间 在美国境内 在等待绿卡期间啊 其实他已经拿到了 就是公卡 和旅行文件 结合的一个文件 叫Advanced Pro 不过 或者他只拿到了 Advanced Pro 就是我们叫 我们叫 因为每个人的翻译不一样 所以这是为什么 我就说 也说一下英文的名字 就是旅行文件 或者有的人叫白皮书 那么拿这个文件啊 如果你在美国境外 虽然你没有有效的 就是比如说 H1签证啊 或者是其他的签证啊 但是呢 你有这个旅行文件 其实你也是可以回来的 所以限制呢 其实还是 还是一部相当的一部分人 当然这些人呢 也不少的啊 比如说吧 咱们在给 大家都特别关于 H1B的这些人啊 这些人 这个量也是不小的一批人 这些人 你比如说 作为H1B 他哪些人 他也会受到限制呢啊 他比如说呢 他在美国境内的时候啊 他实际上当时是个国际留学生 他国际留学生呢 他等于是呢 就是在美国境内的时候 这个律师 就是这个 他的公司啊 雇主给他申请了 这个H1B 所以他做了一个什么动作呢 他其实做了一个 在美国境内身份的变化 也就是说呢 从国际留学生的 持的F1 转到H1 那他当时呢 到10月1号 也就是说这个H1B 生效的时间点呢 他就是提准了以后呢 他就顺利的 实际上是以H1B的身份 再给他雇主工作了 他在境内啊 把身份给调整了 但是他哪一个事情 没有做呢 其实他当时 拿到的是个身份的变化 他拿到的不是 所以有相当一部分人呢 就是在2月份的时候 其实他回国探亲 顺便呢 他想呢 去把这个签证也办了 把这个H1的签证也办了 那这些人呢 当时呢 其实有相当一部分人 就已经把这个H1 这个签证的申请啊 都递交上去了 但是递交上去以后 由于疫情 各方面原因 使馆关门啊 延期啊 结果呢 这个一直拿到 这些人受没受到影响呢 这些人就受到影响了 因为呢 如果你现在还没有拿到 这个H1 就是你当时递交上去了 他还没有给你 你就是说 那现在是 比如说是已经生效了 这时候你还没有拿到 这个H1B 这个有效签证 即使你原来曾经在美国境内 已经调整到了H1B的这个资格 已经开始以H1B的这种身份在工作了 这些人呢 也会受到影响 那就是说 现在看来 有可能 有可能性很大 有可能到12月31号啊 你有可能都没法入境 所以呢 也在呢 咱们也是再次借这个 咱们美国中文电台 这个影响 这个听众朋友量特别大啊 也接触这个平台呢 提醒呢 这些人呢 就是说呢 第一你要关注 每隔60天要关注一下 就是看这个 这个H1B这些限制 有没有变化 因为他要60天做一次调整 同时呢 你要尽快的 对你自己的工作和生活 也要进行调整 因为你的雇主啊 比如说他是个小雇主 他可能对这个事情都没有关注啊 那你要马上跟他讲这个情况 然后呢 你看你是安排远程办公啊 还是怎么样子的 对 所以呢 这个对这些人的影响 就这些人是绝对会受到影响的 那么另外一个 比如说J1 J1这里他特意提到了 比如说一些夏令营的顾问呢 实习生 培训生 护会生 还有暑期工作旅行 那么的一些人员呢 他都是拿着J1签证 持有人来入境的 那么如果你现在这个J1签证 你还没有批下来 这些人显然也是受到影响的 显然也是受到影响的 对 那就说还有 当然还有这个 就刚才咱们说这个跨国高管的这些签证的这些 他们的这些 他自己本人和他们的家属和随行人员 这些人呢 如果他现在在境外 他前一个签证已经失效了 他要换第二个签证 那他还没有换 还没有拿到这个批准的话呢 这些人也会受到影响了 包括他们的这个随统 随统 对 就是说呢 就这些人如果是有什么 其他的这个 就是想在这里边 跟大家就是介绍的 就是说 如果这些人 其实有其他的这个 有特别着急的事情 那你就不一定 以这些签证入境了 因为你以这些签证入境 作为总统令来讲 他是担心你 以这些签证入境 马上加入了这个 就是所谓的这个 就是叫劳动大军啊 实际上造成这个 美国国内这个市场的冲击 对不对 本来国内已经开始 就失业率是非常非常高的情况下 那所以你要如果有着急的事情 要办的话呢 其实这个时候啊 可以考虑以其他类别的签证 入境 把该办的事情办了 就是说呢 你比如说 如果是跨国高管 你现在说这边有一个会 有一个事情 需要紧急处理的话 那其实你是可以考虑 比如说以必要签证入境 对吧 但是呢 当然了 就是目前这个情况 确实是 确实是也是非常的 非常的特殊的一个时期 那就是说 现在你要看 如果你要以必要签证入境 那么你要马上要约啊 就是现在已经 有的使馆已经约到了 但是非移民签证呢 刚才说了 跟移民签证不一样 咱们中国大陆那边 移民签证只在中国大 只在这个 网州领事馆办 如果是非移民签证啊 比如B1 B2啊 这种的话呢 它其实是 就是说有几个领事馆 都是可以办的吧 北京啊 对吧 北京啊 沈阳 广州 还有这个 这个上海啊 这些都是可以办的啊 所以呢 就是说你 但是你要尽早的约 约时间 咱们1月31号的期时呢 也还有另外一个总统令啊 1月31号 就是关于呢 如果是在 呃 就是从中国大陆啊 呃 直接过来的这些人呢 在14天之内 如果 在 在他想进入美国 在过去的14天之内 如果他 在中国大陆的话呢 去 去过中国大陆啊 他其实这些人 是不能直接入境的 这个总统令 现在呢 就是现在其实 应该还在有效期间啊 还在有效期间 所以呢 这14天的情况呢 如果你比如说 你一个高管 你想到美国 开一个特别特别 重要的会议 然后呢 你呢 就是说呢 你预约了 B1签证 来开会的啊 然后呢 但是呢 如果你 比如说你15号开会 然后呢 你在过去的15天 14天之内 你一直在中国大陆 那有可能 他也不让你入境 所以还要考虑到 这个1月31号的 这个总统令啊 他就是也面临着 他不要你 不要你入境的问题 所以呢 你如果是真的着急的话 你还要考虑到 比如航班的情况 再一个呢 是不是要一个到一个 就是说美国这边 就是没有限制的 这么一个地区 当然了 也要考虑到 他也没有限制 你从 就那个国家和地区啊 比如说新加坡 你可以查一查 就是他也没有限制 你从中国大陆 直接可以到新加坡 同时呢 美国呢 跟新加坡之间呢 有没有这个限制呢 比如说也没有 我这是举个例子啊 但大家一定要仔细研究 所以要特别特别提前的规划 咱们这个美国中文电台的听众朋友们 就是说要考虑到这个 这个非移民签证 这个限制 然后呢 当然也包括移民签证的限制 同时呢 在你这个旅行的时候呢 一定要考虑到 包括这个14天的这个限制 考虑到这些个最近这个方方面面的这个规定 还有其他国家 第三国的一些个 跟这个两个中国大陆和美国之间的一些个 一些个规定 那这个呢 实际上呢 就是说对于美国境内的H1B的持有者 是不受影响的 那么对于已经拿到H1B签证 人在境外的 其实他也是不受影响的 那么另外一个呢 就是说刚才你说的是OPT啊 OPT在这个总统令里边 他对这个对这OPT 没有进行规范 比如说H1B 在美国境内的 转换身份的 那么新的总统令 对这样的人有没有影响 这是一个特别特别好的问题啊 这些人呢 其实不受影响 但是他千万不要出国 就出国以后 他如果想出国办签证 就会受到影响 因为他现在他是这样的 就是说他作为一个国际留学商 比如说他从F1 F1签证 也就是学生签证 转到了这个H1 他转的不是个签证 转的是一个身份 我们英文叫status 转的是个身份 那么这个时候的话 他如果 因为他没有签证嘛 他一旦出境以后 他再回来 他必须拿签证才能回来 这个时候他就要去申请签证 这些人是受这次总统令限制的 所以不要出境 H1B跳槽的呢 对 H1B跳槽 如果他在境内跳 他是可以的 他不受影响 好的 谢谢曹律师 那么今天也是由于时间的关系 本期节目到这里就接近了尾声 感谢收听 我们下期节目 再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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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会